朋友们好 欢迎回到真观点 我是真飞 中共两会结束了 推出了一个不易察觉 但是重大的经济管理新模式 中共政府计划从今年起连续几年 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今年先发1万亿 这项举措意味着什么 对中国贪软的经济能够起到多少效果 政府继续发债 中国的宏观债务总量 已经达到了多少呢 和同样以高负债文明的美国相比 谁更胜 回顾一下过去三年 中共一直在实行货币宽松政策 也就是大水漫灌 增印钞票 根据央行公布的2023全年资产负债表的数据 去年7月份的资产规模是40.8万亿人民币 那到了去年年底呢 资产规模已经飙升到了45.7万亿人民币 也就是短短6个月的时间 资产规模扩张了将近5万亿 这个5万亿是个什么样的规模 对比2015年到2022年整整8年的时间 中共央行的资产规模只增加了7.8万亿 一个是半年的时间扩张5万亿 一个是8年的时间增加7.8万亿 可见这个大水漫灌是多么的紧迫啊 官方的数据说 在2022年到2023年的20个月的时间内 政府一共印发了大约54万亿的人民币 这么显著的量化宽松 印钞规模如此之巨大 但是奇怪的是 中国的经济非但没有被带热 表现出因为超硬货币而导致的通货膨胀 反而怪异的反向陷入到了通货紧缩的陷阱中去了 持续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通缩的程度现在还在日益加剧 那么这么多增发的钱哪去了呢 根据官方的数据 截至去年年底 2023年中国人的贷款额度是增加了22.75万亿 差不多吃掉了那20个月增发的54万亿的一半 是不是说明这个增发的钱很大程度 被中国人用作贷款给吸收了呢 并不是 在这22.75万亿当中 个人住户的这个贷款只占了4万亿左右 是全年总贷款的19% 而企事业单位增加的贷款呢 是剩下的那81% 也就是说增印的钞票 80%都去了企事业单位 而在中国的这个企事业单位系统里 我们都想象得到 拿下大额贷款的只有可能是那些位于上游阶层的 大型国企 央企 事业单位 或者是地方性的国企 民企和私企 相较来说呢 能分得的只是很小的一杯羹 再来观察这些企事业单位拿下的贷款 其中又以中长期的贷款最为主要 占了总量的76% 那短期的贷款呢 就明显是少得多 这就又说明 企事业单位拿下的贷款 更多的不是短期的生产和经营 所需要的这种流动性的资金 而是要投入到大型基建固定资产的投资 等等这些领域当中去 所以资金的流向又会去到那些 严重被泡沫化的产业当中 什么是需要中长期的建设的呢 我们都想象得到 而这些产业如果不是牵扯到自主研发 新兴的领域就是那些产能已经过剩的大型建设 这就导致了央行超印的钱至少在短期 1-5年间是没有办法流进市场进入到真正的消费流通的领域的 这又是为什么央行在大水漫灌 但中国的经济该通缩照常缩 央行印钞流进企事业单位 除了能够让这些单位继续有活水源头举债发展稳定经济之外 还有一个可能性更大的原因 那就是帮他们用新债来还旧债保生存 在两会上中共宣布从今年起将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并且不记录赤字这说明什么 我们先说前半段超长期特别国债 一般来说长期指的是那些十年国债 那超长期呢基本上就是30年和50年的国债 那这样的国债差不多就是永续债 不打算还本金的了 而特别国债是有着特殊用途 为支持特定的项目而发行的国债 那这一次发行的专项用途官方说呢 适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用白话来说 那就一是要投给那些北西方卡脖子的战略性的产业 二是要给那些对内对外保安全保政权的产业 那么下半段不记录赤字又说明什么呢 打个比方 我有一张信用卡10万的额度 那有一天呢银行是突然告诉我说 除了这10万我还有一个5万的专项额度 不占用这个基本额度 那么我实际能够使用的额度就变成15万了吧 只不过这个名义上呢还是10万 那么我以前用10万买一些专项的消费项目 那就可以用这个5万来消费了 我的钱多了 使用的灵活度也增大了 那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当然最明显的就是为了表面数据的好看了 实际发了钱也支出了财政 但是呢不记录赤字就相当于是梅花嘛 那赤字率就降低了 不会触碰到国际红线 那么在眼下这个经济环境 中共推出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并且不记录赤字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意欲合为又暗示了怎么样不为外界所知的经济现状呢 我们倒不妨可以看看历史上 类似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在中共见证之后 是一共发生了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 一次是在1998年 当时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也是这一年中国股市啊 因此受到了巨大资金的注入 创造了当时一片凋零的亚洲市场里的一枝独秀 那第二次呢 是在2007年 发行特别国债为了成立中投公司 中投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讲的 接盘四大AMC资产管理公司的那个终极大佬 07年成立中投的目的呢 明面上啊 是为了帮中共更好的去管理外汇 当时注资了巨额的2000亿 可是中投成立之后 是做了一个让国际社会都看不懂的管理外汇的方法 它将1.5万亿的人民币 从中国社会窃取了出去 搬运到海外去了 而不是直接去用中共的外汇储备来进行投资 详细的黑幕呢 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是讲过了 错过的朋友呢 欢迎在我们看完今天节目之后呢 再去看 那当时那次发债的结果呢 就是为中共准确的来说 是为中共的权贵 在海外市场留下了一条后路 两次历史上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 都是中共政权在重大事件上 推出的一个处理决策 那么这一次 其实肯定这背后也有重大事件 那有时什么样的重大事件呢 一个最大的可能 是地方债到了再也拖不下去 必须要出手救的时候了 地方债的显性债务 截至到去年10月底呢 是突破了40万亿 现在是直逼42.2万亿 再加上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 引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在2022年的估算报告 那中国广义地方的 隐性债务的规模达到70.4万亿 所以总共加起来就是112.4万亿 地方政府其实早已经失去了 对经济的引导能力了 不仅仅如此 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呢 让地方根本没法再靠土地卖钱 收入下降 可是这个支付却在增多 因为房企倒闭 一些地方政府呢 就不得不要开始承担起保交楼的责任 这烂尾楼遍地 要完成未完工的房产的建设 地方政府还得往里投钱才行 就算不保交楼 地方的财政收入也远远不够偿还 这不断滚动逼近的债务 失业率飙高 民众不愿意花钱 厂商卷得厉害 经济怎么能活呢 经济活不起 又哪里能挨钱呢 所以哪怕大型基建已经过剩 为了带动上下游的产业 还得采用这挖坑理论 就自己挖坑 自己填坑 连带着带动铁锹的销售 和劳工的就业 所以地方不但是还不起钱 为了搞活经济 它还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 继续去借债 否则就要爆雷了呀 2023年的前11个月 地方政府发债 是首次突破了9万亿 远远高出一年之前 2022年当时全年创下的7万亿 2023年早些时候 为了遏制地方过度发债 中央当时是对12个 债务风险最高的审市 准备大型土木的那些新的项目 进行了审查和控制 不过就算中央出手控制了 中央政府面对这个地方债的炸弹 也是不得不要背锅 最后还是通过增发1万亿的国债 帮助地方政府 去置换出了一部分的债务 延缓爆雷 所以基于这些累积了很久的 地方债务的风险 这次宣布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现 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央 不得不要出手拍雷 将地方的拒债 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了 中央正在取代地方政府 以扩大它的资产负债表为代价 成为中国负债的主体 长期以来 中共的地方政府在财政上 是一直就有独立并且相对灵活的空间的 这也是我们看到 很多地方官能够腐败到流油的来源 他们可以去分配上万亿美元规模的资产 批准房地产的项目建设 结果呢 留下了无数的烂尾 以底鸡毛 搜刮了明纸明膏 养肥了地方利益圈层 这对于中共政权来说 是地方官给他姚妈埋下的一颗金融定时炸弹啊 若这不拆 这分分钟能够炸毁政权 所以为了保全 中央是不得不要在最后出面去收了地方的债的 这就是此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原因 并且呢 我们看到这事儿 他要连续花上几年的时间来排这颗雷 可见这不是一个小手术 最终能否化解是铃铛别论 但是我们都知道债务是不可能消失的 它只是转移了而已 从地方到中央 那么这个中央的空间又能有多大呢 能够多大程度的去推迟金融炸弹的爆破时间呢 又能多大程度的去缓解这个爆炸的杀伤力呢 是中国大陆媒体所说的 相对于美国中共中央政府的负债占GDP的比重 还很低 所以还有很大的承债空间吗 我们来看看中国整体的债务规模 就用100%被严重美化了的中共官方数据来算 2011年的时候 中共社会科学院的金融实验室 成立了中共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 简称CNBS BS特指资产负债表 那这个部门呢 是每个季度都会公布 中国的宏观债务杠杆率 将中国宏观债务分为四个大类 居民部门 非金融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 那居民和非金融性质的企业部门这两类呢 是可以合并理解为私人和私营部门这一大块的 再有就是政府了 那就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 最后是金融领域 那私营领域的这一大类 加上政府的这一类呢 就构成了中国的实体经济的部分 而最后的这个金融部门的债务 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债务呢 是互为镜像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债 用CNBS提供的这几个部门的债务杠杆率 去乘以每个季度的年化GDP 我们就能够得到这几个宏观部门的具体债务值 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有 但是都是官方的报道来源 我呢就直接说算出来的结果和数字 第一大块 私人和私营这一个部分 包括了居民债务和非金融企业债务 那截至到2022年末 中国居民部门的这个杠杆率呢 是71.8% 那乘以当年的年化GDP 120万亿就是86万亿 这一部分是居民部门的债务 那非金融企业的债务 是218.6万亿 总共加起来呢 就是304.6万亿 这个300多万 就是私人和私营部门的总共负债 那么再来看政府的负债 中央的负债呢 是25.8万亿 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 42.2万亿 加起来呢 差不多就是373万亿了 而这个还只是算了 中央和地方的显性债务 但是他们都有隐性债 这个隐性债 是大概多少的规模呢 我们来看中央的 比如说原来属于政府的一个部位 铁道部 那现在呢 是国家铁路总公司 那截至到2022年底 它的负债是6.11万亿 这很显然 就是中央级政府的 隐性负债了 那除了这一部分之外呢 还有中国呢 还创立了三家政策性的银行 包括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那这些政策性银行 发行的债券 同样是中央级政府的隐性债务 截至到去年年中 这些政策性银行的债务存量是将近24万亿 这些都是属于中央级的隐性债 政策银行的24万亿 加上我们刚刚例举的 单单铁道部的这6万亿 就去了30万亿了 但是中央级的这个隐性债务规模 究竟有多大 我们还是很难考究 再来看地方的隐性债务 根据IMF的估算高达70万亿 那么加上中央的刚刚的那30万亿 地方的70万亿 总债这个规模就是将近480万亿了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项金融系统的债务 2023年10月底 全国金融机构这个账面上的贷款 是235万亿 乘购债券是64万亿 合起来呢就是300万亿 而目前官方已经承认的这个坏账率是1.8%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金融部门的最低的债务都有54万亿 那么将这54万亿 再加上刚刚其他三项 我们算出的480万亿 那就是超530万亿的债务规模 这还是基于中共的数据 算出的最低水平线 如果有朋友觉得我算错了 评论栏跟我来论 所以呢有朋友问 中国到底有多少债 那你呢可以告诉他超530万亿 这是中国GDP的4倍多 假如把中国比喻成一家由中共控制的大公司 它的营业额呢是每年120万亿 这个负债却高达530万亿 这家公司是不是快要破产了 如果将这个债务均摊 每个中国人人均负债的额度将近38万 这么高的债务 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花了钱欠下的呢 530万亿的债务兑换成美金 大约70多万亿 别忘了其中有100名中国人 在瑞士存了8万亿 有13名国有银行的高管 在美国存了8万亿 这里呢就去掉16万亿美金了 而这还只是113名中国人的财产呢 这剩下的40多万亿 那么多中国富豪脑补一下 其他的权贵在海外的资产 在国内的资产 40万亿区区小数目吧 这是不是就说明 这财富其实从来都没有消失 只不过是转移了罢了 基于这样的债务规模 现在中央接过地方债 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呢 中央不断拖延 排列的这个空间还有多少呢 中国的债务规模 和美国的债务规模相比 到底谁的威胁更大呢 内容太多了 我们呢下期节目再来分析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 离开之前呢 请给我点个赞吧 新朋友也欢迎您订阅真观点 我是爱你们的真飞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 那我们下期节目又不见不散咯